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讲第二大佛陀慈情论所造的阿比达默俱舍论 第三个问题就是戒的分类 一般来这个课判你们自己也是弄一个表的话 可能比较简单一点 每天所讲的如果说的时候随便说一个表的话 现在到底在讲什么 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分 今天讲的戒的分类 戒的分类的话 按照莫彭仁波切的课判的话 应该是分二十一个分量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 将这个邮件即是为设法 就为一设 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课判里面 就是将这个有对差别 就是似乎有对的差别 那么这个在颂词里面讲这个有对乃为舍戒 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讲 是否有及法和无及法的差别 也就是说是否无及法的差别 这个第三个问题 这个颂词当中 无及之法有八种 除色生外遇三种 今天刚才不是分了二十一种吧 二十一种 二十一种当中的话 就是在颂词 这个记者的话 就是用三个课判来讲 第一个是 是不是这个眼镜 能不能见的有多少个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有对法有多少个 刚才那个 不是我们现在讲戒的分类吗 戒的分类的话呢 到底有对法的有多少个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二十八戒当中呢 到底有及法有多少 无及法 不及法有多少 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只有三个内容 然后这个颂词里面只有一个颂词吧 就是一个颂词 下面我先把讲罗特罗伯的科判也给大家 因为念传承的时候全部圆满得好一点 讲罗特罗伯的科判的话呢 就是也是是戒指分类 就是第三个问题戒指分类 就是他呢就是分八个方面的 有见当物类 然后这个有信有私当分类 还有这个有怨当物类 三生之分类 据十法当物类 剑短当分类 剑与非剑之分类 依此二者了之等三类 这个下面也可能每个都讲了 但是就分了八个方面的 虽然详细分类可分为二十类 二十类这里面说是二类 好像美彭仁波齐分的是二十一种吧 就是但为了方便宣说再分为八种 就是他那个讲罗特罗伯把这个科判分为八种 就是然后那个第一个呢 就是有见当物类 就是他是有见当物类来就是这样分的 下面那个我们就这样吧 现在从此上面简单地说一下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十八戒 十八戒大家都知道六根六经 然后六十 总共十八戒这样讲到 从严根到严根之间 然后从色法到外面的法界之间 然后这个识方面也是从严实到最后的一识之间 就是总共有十八个戒 那么十八戒的话可以这样说 哪些是我们眼镜可以见到的 十八个戒当中的话 到底眼镜能所见到的有多少个六根六经 还有六十当中的话仅仅仅是其他的我们见 因为这个见的话有时候是心里面见 比如说心里面显现自己的本性 然后用心来证悟称之为是见的意思 有时候是有的 但是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面在十八个戒当中 到底眼镜能见到的有多少个法 就是这样问的 那么这个时候眼镜 就是有见即是唯一色 十八个戒当中的话 眼镜能见到的只有一个法 一个法是什么呢 就是色法 它这里的色不是色语里面的色 色语里面的色 我们大家都知道已经包括六根 还有五根五经和五表色 它五表色已经包括的 但是五表色眼镜也不能见到的 然后五根眼镜也不能见到的 然后五根眼镜也不能见到的 然后五经当中的话 外面身 相 胃 粗 这些都是眼镜不能见到的 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十一个法当中 只有这个色法 外经里面色法 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 这个心色 鲜色的 就是那种色法眼镜可以见到 就是这个呢 这个加尔沃志论师的 他的《俱世论书》当中就这样讲的 他这里所谓的能见 指的是别人用语言来表示 语言来表示的时候 当其他的人通过眼镜可以见到的法 叫做游见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口头上说 这个是珠子 这个是瓶子 这样说的时候 让别人 我不管是说什么法 别人也是马上都能见得到 哦 对对对 这个就是珠子 这个就是瓶子 这个就是瓶子 或者是 这个就是什么泡菜啊 或者是不用再讲吧 凡是眼镜来见到的这些法呢 十八戒当中只有一个就是色法 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刚才那个《俱世论书》里面 说说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所有的十八戒当中只有一个色法 只有一个色镜 色镜吧 我们也可以讲 所以这个色镜的话呢 它是眼镜能见到的 其他的十七个法呢 十七个法都是眼镜不能见到的 就是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就是十七个法当中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五根呢 就是肯定六根呢 就是这个包括眼根在内的话 都不能见到的 然后外面的这个六镜的话呢 就是除了这个色以外的话呢 就是都不能见 然后这个六师的话呢 也是这个都不能眼镜见到的 所以其他的这个十七个法呢 都不能眼镜见到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有对差别 就是有对的差别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说是 有对来为这个十色戒 就是十色戒 它这里有对的意思呢 在居士论当中就是经常这个遇到 就是有见有对 有见有爱 就是它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什么叫做这个有对呢 就是它这里对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爱 就是这个诸爱的爱 就是障爱的爱 就是那个 那么就是有这个 那么这个识 它下面呢我们可以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总共有十八戒 十八戒当中呢 就是有对的法有哪些 就是有对的法就是 有对的法呢就是指的是有阻碍的 就是有阻碍的法呢就是有哪些 就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回答的时候就是只有十个色戒 十个色戒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五根和五金 五根和五金呢就是我们称之为十个色戒就是 那么这里有对的法呢就是总共有十个色戒就是从严根到神根之间就是 就是因为这些都是这个这个 这个有不宗呢就是认为都是色法就是都是有阻碍的就是法就是 然后那个外经呢就是从那个就是色身相位吧 就是这五个法就是全部称之为是我们就是十色戒 十色戒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有对法就是有爱法也可以说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爱吧就是爱也可以说 爱也可以说对也可以说 但是那个我们这个俱事论的四十啊就是其他很多书里面说 是在讲颂词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对 然后讲讲义里面呢就是经常用这个爱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意思 以后呢就是有见的话呢眼睛所见到的意思 有对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其他的阻碍的法 那么这个也可以说爱吧就是有爱的话呢就是实际上 这个爱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一个是障碍 还有一个呢就是近爱就是外境的近 还有一个呢就是愿爱就是分那个三个方面 这个是讲论和王伯那个讲义里面也是大概的就是分啦 就是那么什么叫做是这个障碍 障碍的话呢它这里障碍的意思呢也就是说一个位置呢 就是在另一个位置的位置上呢就是不能这个 这个不能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不能放吧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只微尘也可以讲 大只一般的这个尸体啊什么这个尸土啊人的身体啊等等就是 但是一个地方呢就是他占他的位置 然后另一个东西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就占他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这个金刚道友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呢 就是另一个这个金刚道友呢不可能融入到他的身体就是 就是抢他的这个位置就是抢他的位置就是 所以呢就是这叫做是障碍就是障碍的意思就是呢 他自己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他最有权利就是自己坐在那里 然后另一个这个其他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要对他的话呢就是有阻碍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树呢就是对这个墙壁就是的话呢就是也叫做是那个障碍 因为这个树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墙壁就是抢开 如果是墙壁是虚空的话呢就是你这个站在他的位置都可以 但是呢他不能站在其他的位置 这种叫做呢就是叫这个障碍就是障碍呢就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叫这个愿碍就是我们这个心和心所愿外境的就是那个愿就是 那么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愿碍的话呢就是这是主要是用这个心和心所方面来安理的 心和心所方面来安理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这个心和心所呢就是执着一个外境 执着一个外境正在执着这个外境的时候呢就是 另一个外境呢就是在他的这个心和心所的范围当中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愿的 比如说我就执着一个扎西的人就是我执着扎西的人 哎这个执着扎西的人呢对他正在生嗔恨心的时候呢就是我的这个心和心所呢就是对他这个生恶心 生恶心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个另一个人呢就是产生一个什么这个其他的念头啊就是这是不可能的时候 就是所以他这里面的这个愿呢就是不像刚才一样就是由这个微生呢就是互相起主爱的 他这里这个主要是以心和心所方面就是安理的 心和心所方面的安理的话呢他这里的这个爱呢就是我只能这个就是去一个经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去其他的经 就是这是这个心和心所方面安理的这个呢就叫做是这个愿爱就是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叫做是那个静爱就是静爱的话呢就是他自己呢就是可以去自己的静就是 别的这个静呢就是他不能这个去比如说我的这个眼睛的话呢就是他去这个 他这里的这个爱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就是刚才前面障碍里面的这个爱呢就是 是是对他这个接住的时候有阻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爱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爱就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其他的怨爱和戒爱的那个当中的这个爱呢就是指的是 就像我们的这个脚呢就是在如果顺索就是把它就是带住了就是带住的话呢就是他就不能抛开吧就是不能离开 同样的道理就是我的这个眼神呢就是已经这个去这个外境的色法 外境的色法的时候我只能去外境的这个色法 但是我的眼神呢不能去这个就是外面耳朵对境的这个什么声音就是 所以呢我的这个眼神呢只能去这个他自己的这个静 这叫做是爱就是好像这里面呢已经套住了就是不能就是跑不能这个离开就是 离开的话呢就是他就带不着就无法带就是我的耳根呢就只能去这个声音就是 然后这个对去声音的话呢就是这叫做是爱就是他已经在就是在这个上面有这个 就是好像刚才前面呢就是有主爱的意思 然后后面的那个远近和远远就是什么那个 近爱和那个什么那个愿爱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这样 好像那个什么那个爱的意思呢就是只能去他就是 也有这个去的意思吧就是去的意思比较这个相同的就是 所以呢这个就是近爱的意思就是说是只能去这个境就是 别的这个境呢就是对他来说是不能这个去就是 这叫做是这个近爱所以这三个这个这个 这个他刚才那个就是讲这个主爱就是爱当中的话呢就是有这个三种这个爱吧就是有这个三种 然后在这里面的这个好像我记得是那个自识里面吧就是自识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也是分了这个几种 比如说他那个近爱吧就是近爱的话呢就是关带不同的这个对境呢就是也分了就是几种就是 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他对这个水和那个就是一些干地吧就是 水和干地的话呢就是有些这个严根呢就是对他去这个水和去那个干就是漏地吧就是漏地的时候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有几种就是这个是什么样呢 比如说对这个水呢就是有爱的然后这个对外界对水以外的这个干地呢就是没有这个爱的 意思就是说是对水里面呢就是可以见得到东西 然后这个水以外呢就是不能见得到的这样的这种众生的话呢就像这个水里面的一些鱼啊就是这些的话呢他这个水里面呢就是可以去外境就是他随便看得到就是 然后这个除了这个鱼一般这个捞到这个碎边的话呢就是他看不到这个外面的这个东西就是就像是这个水里面的这个鱼类一样的就是有很多的鱼类就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外面的干地呢就是他可以取近就是有矮的就是可以撑起矮的 但是对水里面呢就是不近矮也就是说是他就是看不见看不见的呢就像我们人一样的就是人的话呢 人的话呢一般普通的人的话呢你到他这个水里面的时候呢眼睛根本看不见就是其他的东西 然后这个你在外面的时候呢就是随便看得见东西就是这叫做是外面对这个鲁地呢就是没有这个爱 就是没有这种爱就是没有这种爱 然后这个水里面呢就是他可以就是刚才那个对这个外面就是可以这个爱 就是有这个爱去境呢就是可以有的就是在里面呢就是没有的就是这是一般普通的人而言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对这个水里面也是看得到就是外面也是看得到的这个呢就是 就像是那个好像那个姿势里面就是具的比较多 藏文里面就是青蛙就是青蛙的话呢就是他水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到很多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这个外面也是可以看得到就是 所以他这方面就是这个水和外面都有这个爱的就是能见得到的 青蛙我觉得是那个水塔 水塔的话也是可能好像是吧就是水里面也是看 以前就是学什么那个学东什么那些的话呢 应该学生物学和这些方面应该有一些 这个呢就是水里面也看得到就是外面也是看得到的 然后这个水里面也看不到外面也看不到就像是一般的盲人 一样的就是他呢就是外面也看不到 不管就是水里面也是看不到的 只是灌带这个水和外景方面也有这样的差别 还有呢就是对白天和夜晚吧 这个方面也是有这个景爱方面有四种差别 这个呢就像是晚上无碍的 然后白天就是有碍白天看得到意思就是说 白天看得到晚上看不到呢就像是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吧 普通人除了一些不过现在有一些个别的人的话呢 就是晚上能看得到白天看不到 就是这样也是有些个人比较奇怪的人呢 实际上也是有的但是一般的人的话呢 就是晚上这个黑暗当中呢看不到 白天能看得到的呢就是这个是黑夜就是无碍 就是然后白天呢就是有碍的就是我们普通的人普通的人呢就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晚上呢就是这个无碍就是白天呢有碍就是 晚上这个有碍就是白天无碍吧就是也就是说意思呢就是晚上能看得到就是白天呢就是看不到的 这是一般这个毛头鹰和还有那个什么蝙蝠啊就是还有很多吧就是 就是好像那个知识里面也举了一些就是 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就是他就看得清清楚楚 白天呢一定也是看不清楚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是毛头鹰一样就是这是这样的 然后白天晚上都是意外的白天也看得到晚上也看得到呢就是一般的什么这个野马啊还有那个狗啊啊 还有还有还有很多是不是牦牛是不是这样呢 也有很多的这种动物吧就是那么他们的话呢就是白天和晚上呢都没有什么差别就是 都是这个有碍的有碍的话呢就是都能可以取尽就是就是他这里的碍呢就是都是这个取尽的 然后白天晚上都能这个都这个看不到的呢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就是盲人啊就是等等就是这些 所以这些呢就是这个有碍无碍呢就是对这个晚上这个对境方面来就是也可以这样去 还有呢就是根据他的这个这个姿势当中吧就是 姿势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那个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有障的就是不是这个近爱的就是 是障碍的就是不是这个近爱的就是不是这个近爱的呢就像是这个色灯无尽一样的就是色灯无尽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它是那个障碍就是 为什么叫障碍呢 为什么叫障碍呢因为它那个色灯无尽的话呢就是它自己的这个 这个位层上面呢就是不会有其他的这个位层就是 就是让它也可以说是占它的这个位置就是实这个障碍 但是不是这个近爱就是因为实近爱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从各方面来取近就是 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非这个障碍的就是实这个近爱的呢就像是那个心和心所一样的就是 就是就是这是那个心和心所一样然后那个也是近爱也是障碍的呢就像这个无根吧就是 无根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它这个根的它位置上的话呢就是不能有其他的这个位置 但是它呢就是也是可以这个取外境就是就是什么什么都这个也不是近爱也不是障碍的呢就像无为法啊还有这个德顺啊等等就是 就是这些都可以安理所以呢这个呢希望你们还是看看那个知识吧就是 就是知识当中呢就是应该是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分类比较多一点就是 只是我刚才在那个爱方面呢就是也分了一些障碍和这个近爱之间的一些差别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一定要 这个搞懂这个呢就是稍微那个难一点就是只要大家这个分分析的话呢就是 就是它这个爱的意思呢应该就是搞明白就是如果搞明白的话呢就是也不是很困难的 因此这个它这里呢就是就分这些吧就是分这些就是对就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有对呢有对是有爱的意思 有爱呢就是这里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有对呢就是来施色戒那么这里的这个有对呢就是指的是障碍而讲的就是障碍 就是障碍而讲的如果是障碍而讲的话呢就是无根和无尽的话呢就是它都不能复相占它的位置吧就是不能占它的位置 就是不能占它的位置也就是说是它自己的位置上呢就是自己存在就是其他的呢就是不能对它做障碍 然后这个十种色戒的话呢就是它是不是愿碍就是愿碍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愿碍的话呢就是那么 那么心和心说呢就是这个愿外境的四黑就是所对其他的不执着就是只执着它的这个对境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愿碍 然后那个就是精碍就是精碍的话呢就是它这里面的五根应该就是可以称为是那个精碍吧就是这个 我看它制作这个外境但是这个呢就是与它没有结合起来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办法这个成立就是就是 它这里面已经说了就是有对呢就是有对呢就是来为这个十四色法就是有对有爱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个十八戒当中的话呢就是只有十种色法就是 然后其他的其他的七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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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戒和还有一个法戒就是 七个心戒和法戒就是不是有爱法不是有遮住障碍的这种法就是 五极之法有八种十八戒当中是哪些是这个五极法呢 所谓的这里五极法呢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就是中间的一种这个法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五极法 比如说我们磕头的时候呢就是这种行为呢就是叫做善法就是这是身体方面的嘛 然后如果我这个杀生的话呢我这个身体的这种行为呢就是叫这个不善业 然后也不是磕头也不是什么杀生啊等但是我的身体呢就是随便就是做什么那个炒菜啊或者是吃饭啊 这些的话呢就称之为是五极法就是不是善的不是恶的就是这种行为状态或者是这种状态呢都称之为是五极法 那么这里刚才就是总共有十八戒十八戒当中哪些是五极法呢 他这里说十八戒当中只有八个是五极法十八个就是五极之法有八种 那么有八种是哪些八种呢前面不是讲了十色戒吧十色戒指的是五根和五金 那么五根和五金呢就是出了这里面十个色戒当中出色戒和圣戒 就是出色法和圣义就是出开这两个的话呢其他有八个吧 就是前面的刚刚十色戒当中呢就是出了这两个的话呢其他有八个就是 那么其他八个呢就是所谓的五极法就是所谓的五极法 然后这里面的色和圣然后呢其他刚才还有八个吧八个是什么呢 八个除了五极法以外的七星戒还有法戒 就是这八个上面加上色戒和圣戒就是总共有十戒 中共这十戒的话呢实际上是他这里予以三种 予以三种是其他的他有三的也有恶的也有五极的 他们这十个都有三种每一个都有三种的意思 下面我这里只不广说吧下面把这个分的时候再给大家讲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看什么就是讲罗特王伯的这个讲义给大家再读一下就可以了 若问十八戒哪些有所见呢就是哪些是有眼睛所见呢 哪些是无所见的就是哪些是不是眼睛所见的 他这里说说这个在这里那个在那里就是以言识可见到的 在十八戒当中唯有的色法就是这个瓶子在这里 就是这个人在这里啊这个山在哪里啊这个帐篷在这里啊等等 就是这个这个桥的屋就是很好看啊 就是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眼睛所见到的这个色法 就是这个眼睛所见到的色法就是这个眼睛所见到的色法 就是所以这种色法的话呢在十二个戒当中十八个戒当中只有一个 这一句是别有否定的用法吧别有否定的方法的话呢 否定就是他出有某一件事情来说明 就是也就是说他这里只有这个的话呢 其他这个地方不存在以这种的否定方法来宣说的 而并非是别无否定否则就不包括无分为成了有这个过失 因此他这里呢应该是存在眼睛所见到色法的所有的这些法呢 包括在里面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若问十八戒当中哪些是有对法 有爱法也可以说有对法也可以说十八戒当中 任何一法均不能被利益占据位置有障有爱的法呢 就是十色戒他这里十色戒 然后有爱共有三种一个色法的位置上不能利益法 这就是所谓的障碍我刚才也讲了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树接触墙壁的时候 树不能占墙壁的位置 然后这些叫做障碍刚才所讲的障碍 所以这个叫做障碍分不是分三种嘛 然后执着一个所缘境便阻碍了执着此外的其他所缘境 这叫做所谓的缘碍就是我执着这个 刚才我在对扎西生嗔恨心或者是对扎西生贪心的时候 当时除了这个以外其他所有的所缘之中全部都已经成主碍了 就已经伏定了这个叫做是缘碍 这是主要是心和心所方面缘的 因为我们缘本体也好缘它的差别也好都是用心网和心所 然后诸如眼睛去色法便会有碍语听声音 此来经碍什么叫经碍呢 比如说我眼睛去色法的时候他不可能听声音 然后耳根听声音的时候他不可能去眼睛对境的色法 就同样的道理就是凡是你的根正在尽这个 他这里的爱也可以说是入这个外境或者是去这个外境 他这个爱就这个意思 所以只能一个根实的话 他自现于他的对境 不可能其他的对境他来享用 所以这种方式称之为是尽爱 所以这样的这个境碍呢 就是他这个眼睛只能去色法 然后又注而于身影 此来这个境碍 色法是其中的第一种障碍 那么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十种色法 十种色法的话呢 这里面有三个这个碍嘛 就是三障碍还有那个境碍和怨碍 但是前面讲的十种色法呢 就指的是其中的这个第一种障碍而言的 他这里就是第一种障碍而言的 这是前面的两个问题已经讲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若闻 那么十八戒当中既不是善业也不是恶业也不善业 的无极法有多少种呢 有八种 那么那八种呢 就是即除了色戒与色戒以外的有碍法 就是除了色戒和色戒以外的有碍法 因为其中这个心戒和还有那个第八个法戒 就是这些呢就是希望大家前面的心戒啊法戒啊 这些都是大家应该清楚不然的话 现在这个越来越下期就有点这个模糊了 如果前面的每一个都什么这个七心戒啊 什么是七法戒啊 这些全部清清楚楚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边讲边就是很这个 就是马上能显现它的中相 如果前面什么叫这个心戒 什么叫做法戒 这些都没有动的话呢 就后面有点困难 他这里讲是八种当中 除了色戒与色戒以外的有碍法 有碍法肯定是色法方面的嘛 心呢就是他这里面就是所谓的这个心戒呢 就是没有这个说是这个有碍法 就是因为他这里的有碍法呢 就指的是色法方面的 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 为什么是这几个呢就是不是那个无极法 就为什么是他不是这个无极法 他是不是除了这个刚才的八个以外 就是其他还有十个法嘛 十个法都有是不是善和不善 这个还有这个无极就是 就全部都有嘛 就是下面说是应该是有的 因为色胜根据法性可以称为 善不善业无极法中的任何一种 比如说我们这个身影 根据他的这个法性不同 色法吧 色法 法性不同 刚才我也讲了 他这个法性就是发善性 然后磕头的话 他的色法已经变成了善法的色法 然后他发恶性就是杀生的话变成恶法 他什么都没有法就是光是这样做的话 这个叫做是无极法 他有三种就是色和身 但是刚才那个胃啊比如说五根的根啊 这些的话全部是无极法 这个大家应该要知道 我们十八节当中哪些是无极法 这个无极法的八种应该要记住 不然下面呢就是说哪些根是无极啊 哪些根是善啊 因为是经论子他都不客气 我们懂得没有 凡是下面就直接讲下去了 所以下面呢我们知道是 所有的眼根 鼻根全部是无极法的话呢 下面我们讲什么就比较清楚 就是所以我们这个眼根 鼻根 就是五根呢全部是无极法 还有这个无极当中的话呢 无极当中除了刚才色和身以外的 还有其他的相 微 除这三个吧 这三个的话也是无极法 为什么他们是无极法呢 因为他从自己本体方面的话 他就不可能变成那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法性就是善的 但是这个味道变成善法的 那个味道变成恶法的这种是没有的 然后比如说除的话也是一样的 法性善和不善的 这些除方面没有这个案例的就是这样的 然后刚才这个身以和相呢 这个舍法就是不相同的 舍法它也可以用根据法性的不同 变成三种也可以 然后那个身以 身以的话也是可以的 根据法性不同 如果我发善心呢 我连诵金刚萨道行者的话呢 我的身以都变成善法了 然后我发的这个恶心就是我说妄语啊 就是说离间语的话呢 我的身以已经变成了这个恶法了 然后我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性质 光是那个一般的吃吃喝喝啊 就是今天我讲什么 我们有些这个金刚道友的话呢 说话都是一直是没完没了的 就是也不是什么这个善法 也不是什么恶法就是 一直是遇到一个金刚道友的时候呢 就是一直这个讲半天就是不让他那个离开 一直在路上踢水的时候也是见到他的时候 你听到啊 我给你讲一下啊 就是一直这个讲讲讲 这叫做是无极法的声音 他如果善法当中有三当然是善的声音 没有这个善的话呢恶的声音就是 所以他刚才里面已经讲了就是 善音和舍法根据这个法性的不同 就是有这个什么就是善和不善 就是其中任何一种 并且可以在相续当中这个舍不舍的 舍不舍二分呢 就是有些呢就是声音和舍法呢 就是与这个相续舍数 有些呢就是不相续舍数 这个相续当中没有这个舍数等等 就是有很多声音啊 有很多这个呢 我们前面不是这个声音和舍法呢 都是与自己的相续舍不舍数啊 就这些方面就是道理前面也分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里不分也可以 然后除了此八种无极法为生育的十戒 都是相应存在善和不善 总而言之呢 除了这个前面就是讲的无极法的有八种嘛 无极法的八种以外的话呢 所生下来的十八戒当中还有十戒 十戒都有相应的存在善和不善和无极法三种状态 刚才颂词里面说是欲三种 欲三种是指的是那个 无极法的八种以外的就是 还其他的十戒呢都具足这个善和不善 这个还有这个无极就是善种 就是这个意思三种状态 其中舍身语身语游表舍所舍 就是那个舍和身呢 都是身体和语言的这个游表舍所舍 但不被无表舍所舍 因为身语和刚才舍法吧 舍法它没有被无表舍所舍 无表舍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它的力量比较薄弱 因此它没有所舍 不为相续所舍的舍均为自行无极法 它这里也有一个分析吧 没有为相续所舍的舍和舍全部是无极法 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吧 有时候比如说天人的故身这些也是有 善法方面的也可能是有的 然后恶法方面的有没有可能是有的 但是这个我们是这样的 这里面有些分类 居士分类的时候 希望大家也许有一些地方 可能自己也造出一个新的地方 有些观点这里面是没有琐事 但是应该是这样分类 这样可能有些人在分析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教力为主 教力为主 还有不同的一些分类的话 其他的有些对法器论 还有大乘阿比达姆当中有其他的分类 因此你们认为是刚才这里面 比如说我找到一个天人故身的话 可能不是人的相续所舍的 然后他发出的生意 不是天人的故身也是发出了 什么一切万法是无常 无我 寂灭等等 这些也是发出来 那么这些发出来的话 我找到一个新的观点 这样也没有必要 你们也可以 他有不同的经典当中有不同的观点 因此我们不是昨前天讲了 所谓佛陀的特点 所谓佛陀的这些佛法 种的一些分类来区分的 因此有些地方 如果是真正按理他的发向的时候 按照英明的按理发向的话 远离一切不偏的过失 那么我们《居舍论》里面的一些分类 并不是这么严格 因此其他的一些依次类推应该是有的 因此这个时候 大家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分类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自己可能分得不清楚 有时候自己多分 还有一个 为什么是这样 这是摩彭仁波切的《知之如梦》 还有《居舍论》当中的 比如说前面的我们心色相似 还有生意 粗这些都有不同的分类 跟居舍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摩彭仁波切为什么是这样不同的讲呢 原因就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对法藏的观点 也是在这里接纳的 因此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我们只能学习一个论典 因此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对法论的有关 不管是经典还是论典 我们的这个闻思的很少 因此大家在闻思的修行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辩论 研讨 在这个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对实行论识 对其他的高僧大的 比如说像讲路德文波还有世行论师的知识 这些不要诽谤 我们在辩论和研讨过程当中 经常有一些出现诽谤的语言 自己晚年的时候可能很后悔的 因为这个事情今天法王如意宝也不是讲了吧 释迦牟尼佛的法用光方面和神方面 神方面就是文殊菩萨和龙猛菩萨传下来的法要 然后广大方面全部是由密里菩萨和无诸菩萨 世行论师他们传下来的 尤其是世行论师的话 他对明言法方面就讲了 释迦牟尼佛第一传法论的见解 举手论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第一传法论的见解 然后也是主要是广说明言方面的法 然后无诸菩萨依靠卫世宗的观点来主要宣说广大方面的法要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明言的很多的分类 应该是中观音程派也是不得不承认 现在我们这些比如说有爱法无爱法所见法 这些全部中观音程派让他安理的话 他也是根据这样来安理的 虽然我是中观音程派我就不用看这些 我是修大圆满的我这个有爱无爱法 或者是十八戒我不承认的话 那不承认看看十八戒里面的言根你不承认 言根你不承认的话 你见色法不承认 见色法不承认的话 你见大圆满的法本都不承认 所以真是我们明言的时候 不得不依靠这样的俱舍论 俱舍论里面有些个别的颂词的观点 可能有不懂的特殊的有些不太承认的也有一些观点 除了这个以外就是百分之八九十 全部是我们这个中观音程派也是应该承认的 因此上师如意宝讲的这个道理 大家也应该记住就是 五诸菩萨和世青论师主要是讲广大方面的发扬 确实很广吧 我们现在光是这个B根和二根这些分析的话 以前从来没有分析过 现在每一个问题分析的话很多以前在社会上的一些学习 比如说像心理学 生理学这些都可能没有牵涉到 这么很深的研究 因此我想只要有智慧的话 这些俱舍的分析方面大家都还是很有兴趣的 下面就是说刚才讲的什么法呢 就是无析对但不被无色戒所舍 不为相续所舍的舍均为自行无析法 八种无碍戒中 八种无碍戒吧 刚才除了十个色戒以外 其中有八种无碍戒 八种无碍戒当中心戒 因为与谈不谈诸边等相应存在而聚善不善和无析善戒 意思就是说刚才十八戒当中有八种心戒 七种心戒和还有一种法戒 这叫做全部是无碍戒 当然这个无碍也是刚才指的是障碍方面讲的 如果是缘碍和敬碍方面的话 这个敬碍方面应该有没有六种诗还是有这个敬碍吧 因此八种无碍戒 八种无碍戒根据与他相应的贪心 不贪 还有成心 不吃 吃心 不吃等等 这样的心说是不相同的 有些是烦恼心说 有些是善心心说 如果与他烦恼心所相结合的时候 八种无碍法变成不善法 如果与他不善心 不善的心所相结合相应的时候 相应的话 与他同时产生嘛 比如说我的这个厌世 我的这个厌世 如果与贪心相应的时候 我的这个厌世已经变成了不善业 不善业了 如果我的这个厌世 有一个善心 我看佛陀的身相 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厌世 以善心相应 以善心相应的时候 我的这个厌世已经变成了善法 如果我的这个厌世光是看什么 这个拖拉机 或者是外面买鸡蛋 我们听说 很多人在这个方面辩论挺大的 但是我在这里也没有必要说 总的来说 前两天吃肉的方面 我们今天还是希望这个厌一把 就是 然后那个 就是有几个 我昨天这个算了一下 比如说 我们这个 这里有那个 就是 我看大概是一个一千人吧 就是 或者是一千人的话 就是一天就是 全部吃肉的话 就是 那么那个 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 杀十个猪 杀十个猪的话呢 一千个人分的话呢 一点都不够就是 所以说 有时候呢 就是 思想上和 还是你算下来的时候呢 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你看那个 就是一头猪的猪肉的话呢 就是 如果一百个人分的话呢 就是一个人拿到多少就是 但是这个 一百个就是分了以后 就是切成一百块 然后一百块就是其中百分之一呢 就是你一天当中能不能这个 这样平均下来的话 如果是一千人的话呢 就是 应该是一天吃这个十个猪肉的话呢 就是可能不够就是 算一算就是 有时候呢 还是我们表面上看来都是看不这个 看得不是很清楚的就是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吃肉呢 还是有一些问题 希望这个问题还是是 就是 比如说我这个看那个买什么肉的话呢 就是当时我这个对它生贪心的就是 就是这种这个厌食的话呢 就是已经成了这个恶性了 如果我买一个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转经论啊 就是这个时候呢 我看到这个厌食呢 就是以它这个 因为这个三性相结合 三性相应 三性相应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都已经变成了这个善的这种厌食 如果这个无极法的话呢 就是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这个无极法了 所以它这里就是存在具善和不善和还有无极善者 此外也要理解 法戒有些是本性善 就是我们这个法戒 那天有多少大家都清楚吧 就是相和受信 然后还有三个无极法吧 一个无极法 一个无极法 三个无微法 就总共有七法经吧 七法经应该是吧 这个法戒的话呢 有些本性都是善的 它这个本性善的指的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信索里面 信索里面的话有些是无耻 无耻 本性都是善法的 也有一些信 有些是相应善的 有些信索的话它本来是无极法 但是与它相应的这种善性结合的时候 它变成相应善的 有些是等其善的 有些它自己都是不是 但是它等其的因 就是它的法性就是清净 法性清净的时候它变成善法的 也有这样的 尤其是生应善 生应善一般来说它是绝则灭 就是绝则灭的话有不懂都认为它是生应善的 然后像非绝则灭 虚空这些都认为是无极法 因为虚空它也不是善 也不是恶 大乘阿比达摩也是这样 大乘阿比达摩所有的虚空 非绝则灭这些都是 只不过是不存在而已它不存在善和恶 不存在 如果小乘的话 所谓的抉则们应该是生应善法 我们讲第四品的时候也有这个宣说 总而言之 这个只不过善法方面讲的 然后刚才起法界当中也有一些不善的 刚才不是讲法界吧法界当中也有一些不善的 也有一些无极法 总而言之它其他的十种除了八个无极法以外 其他的十个界都具足不善和无极法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今天《居士论》讲到这里了 《居士论》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